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俗话说呀 不会跳舞的相声演员不是个好歌手 最近我就背着孟克堂和曾毅合跳的这首女团主题歌 给深深的洗了脑 但实际上相声演员和歌手同台跳舞啊 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令人惊恐的 还得是他们和专业歌手同台唱歌 这一不小心 原唱都被带跑调的气势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相声演员和专业歌手同台时的经典名场面 周华健的演唱会 我师父去给他助阵 嘉宾我师父唱了一首花心 周华健就觉得这是自己的歌吗 不会了 我的心 正在热义中 恐怕花几道错过 就在周华健的谋唱演唱会上 郭德纲作为嘉宾惊喜现身 并和周华健同台演唱了这歌 这开口就忘记原唱的曲调 连周华健听了都哭笑不得 甚至最后还被成功的带跑偏了 难怪大家都说啊 千万不要和郭德纲同台演唱 因为一个不小心啊 很有可能原唱就秒变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失去 夜 晚风轻浮碰 万百浪珠沙滩 哎 这挺好 唯有夜林坠雪阳 只是一片海岚岚 因为这个歌我已经当选 二人转协会副会长了 要说咱千年大爷这十足的摇滚范 可是就差原地出道了 摇滚协会副会长那不是白当的 和黑豹乐队同台的他 无论是气势还是唱功 一点都不输 正可谓被捧根耽误的摇滚歌手啊 真的给张祺PK上了他俩 要说相声演员和专业歌手同台 小月月和李健的这首 《女儿情》必须榜上有名 虽然早就知道月月是会唱歌的 但这徒弟随师父 他还真是学到了精髓啊 好好的一首温情柔美的歌曲 愣是被带跑篇去了五环 还是奉劝这些专业歌手啊 少和相声演员同台 不然啊 不是被带跑篇 自己都找不着调的 就是被无情碾压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老周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